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顶历史,说到开国元帅,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。 在这十大元帅之中,其中有一位军事家的寿命最长,活到了台北之年,被称为现代军神,他就是刘伯承。 1911年,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帝之际,刘伯承毅然从军,大丈夫当仗剑正名于水火, 启故自己一生之富贵,他怀着富国强兵的信念,剪掉了辫子,参加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。 从此,他走上了革命道路,为革命事业容马一生。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,再到解放战争,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到新中国的开国元帅, 他历经战斗无数,在战争时期,他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指挥能力,总能指挥的军人把敌人打得是落荒而逃, 像是在长征时,一些危机的时刻,都是在他的部署之下,队伍转位为安,立刻扭转了局面。 他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开山鼻祖,甚至用这种方法与国民党作战时,取得了五连胜,歼灭敌人数万人的战绩。 在抗日战争中,刘伯承用兵如神,学士渊博的形象在军中不断传播开来。 他曾经不打麻醉,动手术的事情也被广为流传,被封为现代军神。 在他的教育下,他的子女个个都很牛,分别在不同的行业中大放光彩,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他的大儿子刘太行是装甲兵,作战部部长。 老二曾经担任参谋长,老三是少将军衔,担任空军装备部部长。 他的大女儿在部队当医生,每天救死扶伤,他的二女儿是少将军衔,他的三女儿是法学硕士,副教授。